你知道苦瓜在家怎么做才不会苦吗? 而且还能保持翠绿的颜色 今天就教你一招 用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苦瓜 清脆爽口营养又美味 下面跟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苦瓜的选择也是很重要 苦瓜有两种 一种青色一种白色的 咱们最好选择这种青色的苦瓜 吃起来没有那么苦 而且口感更好 把清洗干净的苦瓜头尾切去不要 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一分为二 接着准备一把小勺 把中间的瓜羊都给它刮干净 里面这层白色的膜都是苦味的来源 喜欢吃苦的可以刮得轻一些 不能吃苦的朋友 里面这层白色的部分一定要刮干净 看一下刮成像我这样就可以 瓜羊去除干净后 再从中间给它切开 再斜刀片成片 咱们尽量给它片的稍微厚一点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用食盐来腌制一下苦瓜 可以有效的去除苦瓜一部分的苦涩味 抓拌均匀后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 下面把猪肉腌制一下 加入料酒去腥 适量的生抽 一小勺食盐 少量的胡椒粉 一小勺玉米淀粉 下手给它充分地抓拌均匀 抓匀以后再淋入少量的食用油 食用油可以锁住肉片的水分 这样也可以防止炒的时候粘连在一起 再次抓拌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把大蒜用刀压扁 再改刀切成蒜末 一小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 准备红椒一个 去除辣椒把和辣椒籽 从中间片开 改刀切成菱形片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阿鹏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红椒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勺白糖提鲜 一小勺玉米淀粉 适量的蚝油 适量的生抽 小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化开 这个时候苦瓜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来很多的水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手把苦瓜清洗干净 清洗掉苦瓜里面多余的盐分 苦瓜这样腌制过以后 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 放入漏盆中控一下水分 锅中烧水 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苦瓜加进来焯一下水 加入食用油 可以使苦瓜颜色保持翠绿 也可以去除一部分的苦涩味 超烫时间不能太长 水开烫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把腌制好的五花肉加进来 把肉片炒散炒熟 把肉片煎至两面金黄 煎至好后把大蒜和姜末加进来 用勺子翻炒均匀炒出蒜香味 炒香后把红椒加进来 把红椒炒至断生 最后把苦瓜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继续翻炒 让食材的香味都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大约给它翻炒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炒好了 出锅装盘美味继承 一道非常好吃的苦瓜炒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不仅颜色翠绿好看 苦瓜吸收了肉的鲜味 吃起来特别的营养美味 而且一点苦味也没有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